早安 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猎王纪下的第13章 在这一章我们看到关于北国以色列的历史 北国以色列的王权一直都处于执政不长久 社会也动荡不安 因为在北国以色列王中没有一个符合神的心意 在这章也重复几次说到 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总是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将他们屡次都交在亚兰王哈薛和变哈达的手里 可是在第四节我们看到 神赐下他丰富的怜悯 约哈斯恳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他 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弃压 所以神就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 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 可是很可惜 以色列人经历了神的拯救之后 没有归向神 反而变本加厉 他们继续活在那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不但不离开冒充真神的金牛犊 反而还在金牛犊的祭坛旁边 增加了象征迦南女神亚世拉的墓注 继续敬拜偶像 之后神就使亚兰王攻击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也被打败了 几乎丧失了全部的战车和马兵 后来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接续登基 在国家失去大部分的战车和马兵 约阿斯才来寻求神的先知以利沙 可是他的行为却与他寻求神的态度不相称 以利沙按照神的旨意 要求约阿斯用件基地的时候 约阿斯的态度却是敷衍了事 一下子就放弃了 这让以利沙很生气也很失望 在此不久 以利沙就离开了人世 而以色列也只收回了丢失的土地 并没有完全铲除亚兰的威胁 亲爱的小朋友 这章给我们的启示 是在我们经历神的拯救之后 有没有全新的归向神 我们会不会一边敬拜神 一边又在行神不喜悦的事呢 会不会敷衍神呢 还是有事情才来寻求神 在马太福音的12章43节 耶稣说了一个比喻 这比喻是这样的 我们的生命就如一间房子 原本里面住了一个鬼 这个鬼被赶走过后 如果那间房子就是我们的生命 没有好好的悔改和重建 那原本被赶走的鬼 还会带七个比他更恶的鬼回来 重新的占据这间房子 重新占据我们的生命 所以小朋友 今天我们一起来审查我们自己 我们的生命是否被神占有呢 还是被世界占据了呢 我们的行为是否讨神喜悦 与神的心意对齐呢 还是我们会如同以色列人一样 经历神的拯救 经历神的帮助过后 又回到任意妄为的生活呢 今天我们一起恳求圣灵帮助我们 谨慎自首 全心的顺服神的心意 与神对齐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离开神不喜悦的事 不给魔鬼留地步 好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的被耶稣基督来占有 也活在耶稣的真观中 Amen 愿神赐福给听他坏的人 Amen